《赢云菊》 《赢云菊》 《白云菊》 《赢云菊》 网友们 我们看到后面 有这么漂亮的景色 这么漂亮的景色 是我们蔡大师的家 纽约的家 对 是長島是不是 在長島 北岸 我們剛才講了您這麼多的努力 打拼的過程 那我們能讓您有這麼樣子 一大片的美好的家園 得來不易 不容易 因為在我事業 也稍微穩定 財務穩定的時候 我開始練個夢想 就是要建造自己的家園 那我終於在長島北岸 就是靠海邊的山坡地上面 找到一塊 當時算很荒蕪的 如果不是那種荒蕪 而且還有一些問題 輪不到我的 因為那裡整個都是 本來是很荒蕪的地方 它等於像一個岩屎林一般的 而且它還有一部分 被原來的地主 用來填很多廢料的地方 是啊 霸腐朽為神奇 當然應該也是這麼說 在我最初買下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種下每一棵樹 每一棵植物 在某一個氣塊 沒有一棵核 那個不是我的 那是一個土質的關係 那是一個土質的關係 因為裡面添了很多 不好的土嘛 然後幾乎眼淚都快掉下來 廢物太多在裡頭 雜質太多 可是後來我花了很長的時間 去改變土壤 也做一些添土的工作 還是那句話 沒有選擇 沒有退路 但是你是充滿愛心在做這件事情 對 因為我相信土的能量 這是個地母 我很尊敬的地母 所有的創傷 我們皮肤上的創傷 都可以癒合 土地癒合不了嗎 是 這句話我們要跟 一定要跟每一個人 重新再講一遍 就是土壤的創傷可以癒合得了 但是我們不能繼續的去傷害它 不繼續傷害它 從那一刻 這裡面其實是給我一個 很好的一個課堂 所以你說我們在創造這些的時候 在當時我把人這幾個階段 一個就是說 自然是我的創造主題 是 這個生態是我們要共同面對的課題 對 這種資源是我們今天的軟體 因為處的那個環境 你就跟佔有地球 其實是借用啦 我們人都是世間購客而已 對 借購而已 但是我要如何珍愛那塊土地 我自己發現我種一棵樹 都那麼的辛苦 被人挖個洞種下去啦 我那裡邊都是石頭爛地 因為那時候被人家填那一些東西 可是如果我再想想 像我們的宋美玲女士 她也就是在我 就算林基 大概五分鐘左右吧 還有很多邊緣都在那裡 那個地方如果不是一塊爛地 輪不到我的啦 不可能的 她為你保留的 替我保留的啦 對 那又有一個海景 還有雖然是 那時候是沿水東倒西歪 但是那些我都可以做到 你location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對 大環境沒有辦法改變 小環境我確信我都可以 相信那塊地的本質是非常好 而是被人家破壞了 就是有那個 她也不是說那樣刻意 就是以前人 可能比較不重視那些事 那裡有坑坑就把它填了 就對了啦 好啦 反正我住在那裡啦 然後慢慢去改變它 我當時能賺多少錢 就做多少事 而且我也相信 別人可以一次買 一棵那麼大的樹 種下去 我相信一個種子 一個苗 只要等就有 何況我還是 那您等了多久呢 從您那塊荒物的地 一直到像今天這個 一、二、十年過去啦 可是在石頭 差不多第十年 就一個樣子 但是前五年啊 人在整地 地也在整人 發現你被整的一定很厲害 沒問題 對我講是沒問題的 所以我們講的 就是你說 你講那句話說 我們整地地在整人 我們給他多少 他會餵我們多少 他絕對會餵 他整我們也是前面 他受了傷害 他才會整我們對不對 我等於就是跟土地 談了一場刻骨明星的愛 這輩子還沒有真真談過戀愛 但是我跟那塊土地 真的是 你去挖土 你也為他掉淚過 他也讓你欣喜過 對 他現在回饋你就是 但是你那個一草一木 都有你的心情 全部都是我種起來的 而且今天裡面還可以 人家來拍婚紗啊什麼的 像聯合國大使夫人啊 都到我那邊 不過我就想說 夫人們進來沒關係 大使們去外面喝咖啡 等我來天我們進聯合國 你們再進來 哈哈哈哈 這是真的好 不過就是說 那個部分 我是創造一個環境 那個環境呢 是 我覺得說 我如果說不能給我的兒女啊 一塊 我不是要給他地產 我要給他一種自然的資產 他 變成將來是一個自然的兒女 就像我父親啊 我老家事實上是一個工廠的廢墟 所改建的家園 是一個工廠爆炸以後 然後沒有人敢住 我爸爸為了他的空間 我們住在那裡 沒有家的格式 可是絕對有家的內涵跟內容 跟品質 那您的兒女 有沒有繼承到您這種理念呢 如果我說他們很優秀 好像我在催他 不用客氣啊 沒有 最近才從我另外一個朋友說 你的女兒 我們從廣路上才知道說 她被縮醒的那種刺激是很驚人的 她的還有 應該算是一個超領表現吧 我一直對兒女的教育 也陰性的我父親的教育一樣 你的傳統 我們是 我也曾經把她從那種天才學校拿回來 我覺得 孩子在解剖青蛙 她是在玩青蛙的年齡 不應該解剖青蛙 孩子現在是在認識一些美好的事物 不是在那邊 那麼小年紀在練什麼TWA事件那種悲劇 那種超領的學習 我覺得廣漫 這才是一種傷害 生命是有一定的節奏 跟舞蹈是一樣的 哎呀 你的裡面真的是 不是一般的父母的想法 非常特別 老實說我們家出現了很多的 算應該都是非常傑出的 科學家種種 那種高IQ我們看太多了 我覺得EQ非常重要 我覺得你IQ也很高 你IQ不高 怎麼會有這麼多漂亮的作品在這 對不對 而且你IQ也很高 你IQ不高 你怎麼會去 這小蟲子怎麼樣子的尊重她 那個就是說那種不 那個對我來講都是一種素質 嗯 而我 我覺得人生的自我圓滿很重要 是 像蜥蜴啊 對我來講是一個 等於我的生命導師啊 是啊 怎麼說呢 嗯 我覺得恐龍那麼巨大 巨量化也最後也那一種嘛 對對對 喔 但是我覺得說像看到很多公司 很多像國家 都拼命在扣充 我覺得有事 蜥蜴它確實能適應環境 適量自己 嗯 依然自得天地之間 嗯 不也很好嗎 對啊 你這樣講喔 從今天看到這個蜥蜴這麼漂亮 又想呢 你講了蜥蜴喔 我對蜥蜴的看法又是另外一種看法 我本來覺得蜥蜴好冷酷喔 好像很 可是聽起來想想它自得其樂它自己 對啊 不去傷害別人 它也不傷害自己 對 對 而且它能夠在很多很不好的環境 惡的環境 它都可以熬過 那個生命任性 對啊 我們既然都 我都覺得說像這裡面誤出了很多道理 像我的後生晚輩我都說 能力不等於魅力 嗯嗯 你也很有魅力啊 哈哈哈 有能力就會有魅力 真的 那個就是說 如果能力變成一種狂妄的時候 它也就變成一種暴力 對對對 那我都是像剛剛就談到就是說 我們尊重你的第一 我也很欽佩你的第一 但是我更愛我的唯一 就是怎麼樣做自己 所以在我那個環境裡面啊 我也是變成我很多的 妹妹的孩子 朋友孩子在那邊成長過 你是一個很好的典範 然後我相信他們 大家要學習你的精神 在那邊 因為最近也都是很多的 對孩子有很期待的一些父母啊 也在問我說有沒有這個可能 讓孩子到我那裡 是 我看到他們 他的孩子很緊張 我說 蔡叔叔是絕對不會去教孩子 嗯 但反而我是對 要跟你學習的 嗯嗯 我是都用這樣的態度 所以我相信我那個家 不是一個家的功能 不是只是養兒異女 或是回家睡覺休息 他還是一個小學校 嗯 一個小工作室 也是很多人的小家鄉 對 而且他的那個 無形中的對一個人的教化 陶冶那種影響啊 是我們看不到的啊 是無形之中 你在那種環境裡面 你自然都會受到那個環境的陶冶嘛 對 而且蔡叔叔這個人在那邊 他還自自然會被你的那種 嗯 精神影響嘛 你的那個理念會影響 我覺得是我做事的態度 嗯嗯 啊態度 我覺得態度是一種尺度 你這個態度 這種生命的態度 你的尺度寬管 你視也更寬管 是 你的胸懷 大小也不一樣 是 所以就是說生命 我 嗯 我對事物都有一種定義 嗯 但是這個定義呢 我是跟孩子們共同來分享 嗯 但是我絕不受教 對對對 但我也體認一點 孩子 是一種會講 尤其是更小的孩子 會講話的自然 所以剛剛我說 從我的女兒 嗯 跟我的小兒子 那邊學習很多 那我覺得他們很幸福耶 有你這樣努力的 創造的一個父親給他 做弄 打造一個這麼好的環境 他在這麼好的環境中間 嗯 孕育出一個很好的情操 我覺得他們 我好羨慕他們喔 哈哈 真的好羨慕喔 就是 啊 跟孩子 我真的是 因為我自己有臉書 朋友都常看到說 哎呦 你好幸福的男人 三千寵愛 哎呦 這個種種種種 因為他們看到說 我的一些晚輩啦 外甥姨啦 還有這個生兒 跟舅舅這麼的黏 嗯 幾乎就像我的這個小生女 你不讓人家黏也不行啊 滿十四歲生日 他堅持一定要跟舅舅 就是嗎 你看我們聊一聊 我就已經變成他的省思了 他很有 你很有吸引力 還有魅力 所以人家問我說啊 哎你這個藝術家 我想請問你 什麼樣的男人最帥 最漂亮最帥問我 我就想了半天我跟他講 成功的男人最帥 成功的男人最帥 因為什麼呢 你看我們講 我們蔡老師好了 你的皺紋 你的傷痕 其實都沒有影響到你 而且加分 因為他所有的痕跡 都是代表你努力的痕跡 對不對 我這樣講是真的 發自內心的講 對 而且你說 不管你今天都傷痕累了也好 有皺紋也好 可是看到你的作品 這麼樣的漂亮 你一切的努力 一切的痛苦 其實都是有價值的 我覺得那個是有意義的 因為在這個過程中 事實上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這些事包含就是說 那個顧客怎麼樣就是 因為我們的作品改變他一生 有的是從監獄裡面寄來的信 告訴我一個小生物 一個小這樣的一個作品 他每天跟他盯著 因為是一個探監人意外的送給他的 然後他還跟他講話 最後給他起個小名 其實是他的名字 他自己的小民主名 然後最後他才說 我是在跟我自己講話 我才發現我錯了 所以這個感人的故事 都寫成私信來寄給我 所以藝術是感動人心的 是感動人心的 但有時候 也讓我像 我覺得說我在做事有意義的 包含就是說 我曾經收到寄來的一個東西 摔下去也會破的 可是破了修修就OK 不會太嚴重 可是有一天我收到的 這個來的時候啊 好慘啊 都是粉末了 那你讀了一封信 他是怎麼樣 就是說 我知道這東西寄回去 是沒有辦法修 只是我想 不忍把它丟到垃圾頭 因為這是我過期已經過往的先生 送給我的禮物 我只好把它送回梁家 所以他是帶著灰帶著土力 這樣子來的 哎呦呦好感人喔 我突然在想說 這事怎麼辦呢 我想後來響起一首歌 你弄我弄 我就跟我的助理說 重新厚你重新再奏 這首歌你會唱嗎 會唱 好那你就會奏 然後重新把它送做 然後呢 不會 可以用的再把它裝回去 然後把它寄回去 哇 這時候想起我小時候 年輕的時候啊 有一部電影叫 天涯何處無方朝 裡面有一個美國詩人 後來移民到那個 那個原國去了 那個一首詩 那裡面寫著就說 誰也不能亮時光倒流 草原辛柔 花會再放 然而必增多內心傷感啊 情願 在一個禪禮的部分 找出力量 哎呦 所以 我就把秘書把這個原文 就寄回去給他 當然你可以想像 你得到了一封 非常感動的詩 會掉淚的心 這些故事真的是 太美了 太美好 你不但是 所以一個藝術家 他有 不管你是多麼辛苦的 創造你的這些事業好了 多麼辛苦 但是我覺得 藝術家就是有一顆 非常心之細密的心 非常細密 而且你又很浪漫 真的是 浪漫從小就要學習啦 對呀非常浪漫 要不然倒在寫就被浪蕩了 對 非常浪漫 非常浪漫 所以喔 所以看了你的作品 就知道你是一個非常 藝術氣息又高 然後又非常浪漫 有愛心 非常讓我欣佩的一個人 真的 非常欣佩 那我們今天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 跟您談到 暫時談到這 我們留個伏筆 以後有機會 我們再來續集好不好 如果有一天 我到您的那個 廠島那邊去玩 或是北港的家 對 我一定把它錄起來 來給我們的網友分享 今天謝謝您在百忙中 而且這麼熱的天氣 來到我們這個 小節目 小節目 明日節目很小 沒有 對我來講是 能有這樣的默契 我今天讀了一句話 生命精彩 盡在用心 你看看 我今天收穫真的很豐富 謝謝 謝謝 謝謝